有个听众有个这个妈妈给我们留言了 她说她的小孩呢现在正在上大学哦 那今年有收到W2的表格 收入其实不多只有2000多块钱而已 而且这个W2的表格已经扣掉 扣掉这个联邦政府的税以及周税了 现在她在想说这当初已经预扣的这个税 是否可以把它报回来 也就是说是否可以退税退回来哦 因为长期呢她的这个小孩虽然是上大学 但一直都是她这个爸爸妈妈 的这个dependent也就是抚养人哦 那如果现在她有打工一点点的零用钱而已 是否还可以让她去退税呢 如果要退税的话 需不需要让她的小孩单独报税 那如果是小孩去单独报税了 还可不可以当做爸爸妈妈的这个dependent 就是爸爸妈妈还可以说她有抚养这小孩 然后爸妈可以拿这个抚养小孩的这个credit呢 可不可以两个同时进行 爸妈又拿到credit 小孩又拿到这2000多块钱的退税 像这样的这个专业问题哦 我们当然要请到我们节目这个王牌好朋友 这是我们李豪会计师事务所的李豪李会计师 哈喽李会计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觉得家长太会算了 他不做会计师也亏了 那他们当然他们两个是可以同时做 不过他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他小孩他分开申报 可以把那个多角的税退回来 不过他一定要在他在那个名字这个地址下面 他有个叫someone can claim you as a dependent 就他是其他人的这个抚养人 他那边要打个勾 然后他这样打勾的话 父母那边就可以还是claim他as dependent 然后他小孩也可以分开申报 哇太棒了 所以只是小小的一个小勾勾而已 就差这么多哦 因为他又被人家是抚养的 然后自己的2000多块缴的这个预扣税 又全部又可以退回来 所以两全其美 其实就是一个小paypal 一个小框框而已嘛 是不是 嗯对他他 不过这小框框很重要 不填的话就是错误的 哇真的找到专业人士 你就是省很多钱哦 所以这个李豪会计师 这四两拨千斤 这样子的快速的这个解答哦 希望我们这个妈妈 你就可以两边两全其美都省到钱了